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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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我們看看 那個不投降同意書 這個我們要給黃珊珊填一下 不然拿出來怎麼變這一張 民眾黨住黨住 這也是黃珊珊一定 逃無料也是要回答 你為什麼後來跟民眾黨 不過後來人家說 這個節目名稱叫挑戰黨主席 問題是說變成黨主席要挑戰其他人 所以這個老婆餅沒有老婆 然後那個太陽餅沒有太陽 還有那個基隆捷運沒有捷運 沒有基隆 不過是這樣 今天我還是坐在椅子上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在這場選戰當中 三位知名的女性候選人 第一個是我們的 士林北投 士林北投這個 市議員候選人 學姊黃靖遠 忘記怎麼介紹我 坦白講我只叫她學姊 名字都叫不太出來 問題在選票上面有 問你選票上面有沒有寫學姊 黃靖遠 你後面可以掛符再寫學姊嗎 去改名字 不是啊選票上面 能不能掛符寫學姊 不行不行 這樣就麻煩了 連我都只記得學姊怎麼辦 因為就站在街口都一直跟人家講說 學姊黃靖遠 來啊我們第二位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 你好 再來是松山心意 號稱寶寶的 楊寶珍 嗨 大家好 我剛剛一度想說玩的是不是郭子淺 你說你是不是郭子淺 沒有我真的覺得這個節目名稱有BUG 真的太奇怪了 怎麼會變成主席來挑戰候選人 這個節目應該名稱會改下 好啦好啦好啦 這個也讓你們挑戰一下 這個首先你知道 這個第一章是這樣 這個齁 打選人家一定要見諷查證 一定要抹黑 你知道齁 我想大家都記得我在議會的時候 那個林影夢議員一講 就被我卡一頓了 而且後來人家就拿去給黃珊珊說 你要不要簽 黃珊珊說沒有問題啊 要簽就簽啊 然後他說你看 柯文哲的時候不簽 黃珊珊說要簽 我這兩個人不同調 這個兩個人不合 我倒覺得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請黃珊珊先來回答這一題 你為什麼說 我倒覺得這樣啦 你先還原那一天 到底你怎麼講的 因為有時候媒體看得都不太準 我覺得當時 他問我的時候 你要不要簽 我說一張紙誰都可以簽 我現在就可以簽給你 叫做絕不投降書 但是簽完了呢 簽完了到底要幹嘛 我就要反問他說 請問台灣有哪一個人會簽投降書 沒有人會簽投降書 那你簽這個有什麼意義 最重要是 你幹嘛要把台灣人分兩種人 簽投降的跟不簽的 簽跟不簽的人 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 誰會去投降 台灣有哪一個人不保胎 哪一個人會投降 那既然沒有的話 你為什麼要知道內部的對立 所以從頭到尾 我跟市長講的其實是一樣的 市長講的是說簽一張紙有什麼用 我的意思說我簽給你又有什麼用 這兩句話是一致的 所以這就叫做見縫插聲勢的挑撥是非 這個我倒是可以由我這個當事人來回答 就是這樣 我們首先來介紹 民進黨的選戰陰謀跟策略 就是這樣 今天台灣會主事說跟大陸統一的 我估計3% 其他97%簡單的講都是維持現狀 不管是維持現狀永遠下去 還是維持現狀以後四肌獨立的 不管哪一種 或是以後現狀再看 那坦白講維持現狀才是97% 那以前人家在問一下 如果用統來代表國民黨 用獨來代表民進黨 那請問用哪一個字來代表民眾黨 我說一個字啊 台 所以天然獨這句話是不對的 天然台才是真的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二十幾歲 在外省第四代 那外省第四代他哪裡 拜託他出身就是台灣人 所以老實講天然台才是事實的真相 只有台跟統的差別 那台是97% 然後我們在這97%裡面去跟民進黨競爭 甚至跟國民黨本土派競爭 這才是正結 所以台灣是這樣 我為什麼討厭民進黨這什麼抗中保台 保台才是目的 抗中是手段之一 保台才是目標 真的打防空眼鏡有標準動作 汙住耳朵 遮住眼睛 嘴巴張開 因為嘴巴不張開 那震爆氣爆會內上 還有不可以趴在地上 因為炸彈一炸下去地會震動 請坐實事 而不是去搞 牽這個我就受不了 我跟你講 就要忍不住 我要抱怨 奇怪這節目變成我在講 那個剪七段啊 叫我說要什麼 背四個堅持 我說拜託 其實他 內容我們都同意 尤其文字要做一些修飾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很討厭 奇怪 每天不做事 在搞意識形態幹什麼 今天台灣97%都是維持現狀的 沒有人只有3%主張跟中國同意 所以你不要再 千萬不要再輔導下一趟 回去我有一個想法 不是 這我要問你 我也知道齁 你在這松山信義這樣跑 一定每天跟你 屠紅油漆 請問你怎麼應付紅油漆 我要先回應這個不投降的同意 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林穎夢議員提出這個想法 跟這一張紙 我覺得他本身其實可能不夠有骨氣 為什麼這樣講 你不是一直在講抗中保台 那你照理講 不是應該很相信蔡英文政府 然後你也很相信我們的國軍嗎 你怎麼會直接 往投降的方向去想呢 照理講你不是應該覺得 我們一定是好棒棒 一定會贏中共的啊 那你印這個幹嘛咧 這種可能就是一個假設性 而且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一個東西 你又何必印出來 然後去逼迫人家 欸你要簽囉 還是你已經知道 有誰有可能會投降 而且他甚至可能會飛往國外去 所謂的真正的守護台灣 根本就做不到 你是不是已經知道 有哪些人是不是打算這樣做 所以你才打算要弄這個投降書 那是不是也代表你在我們的族群之內 去塑造敵人 就像剛剛珊珊有提到的 你是不是一直在用這種意識形態 然後去撕裂族群 好那剛剛主席有講到齁 我被抹紅其實從19年到現在 抹到紅到不行 紅到發亮 紅到出資了 但我其實在地方上 其實長輩對我的這個印象 其實並沒有像網路上那麼的明顯 因為其實真的就是 側翼網軍會一直不斷去模擬 說你看你在上海工作過 你就是紅的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領這個人民幣錢的 但是其實事實上 在地方上的長輩 他並不是真的很知道這個訊息 他可能也不曉得 我曾經在上海工作過的一個經歷 所以他們反而不會一直摸我 但是我要跟主席講 他們對於你曾經提出過的 兩岸一家親這個slogan 非常有印象 所以他就會直接問說 你 民眾黨的 是不是跟中共很好 他就直接說 是不是柯文哲 所說的兩岸一家親 一直到現在都是 但我其實一直跟他們強調這個狀況 台灣它是一個主權的一個 是非常主體性 我們非常重視主體性的一個國家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並不希望看到的是戰爭的發生 大家先 我們先撇開說 對方是不是中共 是不是要來入侵 但是大家真的有很想要戰爭嗎 你們自己看了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難道台海危機 真的發生那樣的戰事的時候 倒楣的 受到傷害的都是台灣人 大家真的樂見嗎 所以我其實都會在地方上跟長輩說 我相信其實想要戰爭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能夠維持現狀 或是我們能夠持續的和平 然後兩岸有一個比較正常的溝通管道 這個就像柯主席一直以來 可能還有雙城論壇的一個維繫 那蔡英文政府能做得到嗎 民進黨你能夠做得到嗎 如果不行的話 只是不斷的喊說 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那抗中真的等於保台嗎 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提出的疑問 所以這些地方上到現在 還是很多人真的很擔心 真的會打仗 其實從之前的中共的軍演開始 大家真的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真的要呼籲民進黨政府 不要再只是一直賣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快要操生那個芒果乾 但就是已經賣了很久了 我覺得保鮮期還是有一定的 不是啦 我是說不要言行不義 萬安演習也是假的 那什麼黨的都沒有很認真在準備 台北市還是真的是很認真在 為了這種戰爭是要準備 我問一下 學姊你在士林北投有沒有被抹紅 很長很長 這件事情真的很長 大家看到我們的文權 第一句話就問說你是什麼黨 接著跟他講台灣民眾黨 第二句話說 中共同路人啊 你看那個黨主席扣文書 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想說奇怪 我一直以來都在台北市政府裡面工作 也沒一句話 到底跟中共有什麼關係 但這一句話真的太長被問 而且我真的曾經跟主席分享過一個故事 我曾經在市場裡面遇到一個 有一點年紀的阿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是中共同路人 那我就問他說 那真的希望打仗嗎 如果說你不希望打仗的話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他說沒有啊 人家來了就要打 就是都要戰勝 戰上去跟大家那個挺身而出這樣 我說那你有準備好了嗎 他說 他就指著我們旁邊的志工男生 他就指著他說 那你們要上去打啊這樣子 但是我遇到那一天最大的問題 我就說 那看來我們大家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而且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你們台灣民眾黨的中心思想 跟核心理念到底是什麼 這一題今天也要來挑戰一下黨主席 我最常被問到這一題 因為真的很多很多人每一次去演講 大家都會問這一題 就是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對 本來就這個要堅定主權 然後堅定主權嘛 然後第一個是這樣 我主張是正面交流 然後兩岸比戰 我們不可能硬實力跟人家拚 所以還是軟實力 軟實力完全隔絕 所以我們正面交流 好我相信 要是我就收一大堆陸生 我把陸生打一個一個把它交 交到變成認同台灣的民主自由 有 所以堅定主權 然後正面交流 然後再來就是兩岸比戰 這比較正確做好 我們固然跟美國很好 也不需要跟中共交流 保持一個平衡 當然他每天想要幹掉我們 我們要準備 我現在最信民進 就是不準備 每天再來叫 這才是最火大的 好啦好啦 這個題目談論下去 也是 怎麼講 基本太嚴肅了 太嚴肅了 來我們看看 那個不投降彭義書 這個我們要給黃珊珊填一下 不過拿出來怎麼變這一張 民眾擋住擋住 來來來來來 這也是黃珊珊一定 逃不掉也是要回答 逼逃 就是說你 你為什麼後來跟民眾黨也不錯 為什麼 決定還是用無黨集權 來 所以其實一樣嘛 要簽隨時都可以簽 重點是 說跟市長有一個共識 其實我覺得 在台北 尤其是首都的市長 他其實大部分 都要兼具掉說 一般市民的利益 我覺得還是回到市民主義 然後我覺得 我們在市政府工作 其實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們有 各種不同的政黨的人 在一起工作 然後台北市民八年前 其實已經超脫了藍綠 選了一個無黨集的市長 然後這一次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跳脫政黨的範例 能夠爭取到更多的選票 因為民眾黨本來也是一個 剛成立不久的政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融入更多的力量 那包括 包括我覺得 以現在 現在的台北市的民眾的氛圍 其實他們其實非常 厭惡藍綠的耳朵 更討厭有名 用政黨的利益去綁架 整個市政 所以跟市長共識就是 我覺得民眾黨 是我非常重要的盟友 也是最強的支持者 那我們之間的關係 已經是非常緊密的 我也會是他們最強的母親 但是就像大家結婚 是不是有一張結婚證書 重點是在於 互信跟互相支援 我覺得台灣應該走出那個框架 而是我們真正去以市民為主 那這一次 畢竟我們還是有 很多很多的小雞要帶 所以我會成為你們的最強母雞 其實這一題 在之前我們也跟黃山山 我個人跟黃山山討論過 就是說 其實超越藍綠 不是消滅藍綠 而是讓藍綠可以共存 所以我們現在講共融社會 互相融合 這個概念 還有一點 在市政層級的level 你知道 我想台北市所有的市議員 都可以作證 就是說我不會因為是 不同黨籍給他不同待遇 就是說不管你議會說 亂罵亂罵 我沒有通知說 局處長把案子全部封罩 我沒有干過這種事 我說嘴巴罵罵 還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當然有人講說 不然你為什麼主張一個民眾黨 這也是這樣 目前中華民國的選制 你知道 不管選總統 選立法院部門區立委 你沒有 那政黨還是沒辦法 所以 所以是這樣 如果到國家層面 也許要有一個政黨 但是在市政層面 我還是主張 就是 它就是市政的服務 就是為市民服務 所以不需要去強調那政黨 而且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也知道 黃珊珊跟宋主席很好 那你何必 何必為難人家 讓人家 要知道人家不高興 主席你已經做到 藍綠最大公佑 因為藍綠都在罵你 所以接下來藍綠就會罵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包含 這個是最大的包含 我必須要作證 你看現在很多 不是議員都在選舉 然後藍綠的議員都會寫 掛一個看板說 我成功的爭取了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又說什麼 八年都停滯 我想說那是見鬼了 每一個人在講自己爭取了什麼 這個公園那個什麼 我想說這幾 那些都不算進步 這些都不是進步 然後大家都 那表示我們真的沒有分過藍綠吧 對 台北市的進步應該是 沒有分藍綠 尤其是我們在市府工作的時候 我們每天討論的 從來沒有討論過政黨的利益 全部討論都是市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領域 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爭取市民最大的任何 今天都是吐槽大會 現在喔 現在來講本人 也是我對我很困擾的情況 這個本人除了第一年 這個什麼天下遠見雜誌 不是民調最後一名 其他大部分都是最後一名 有韓國瑜的時候 我就倒數低了 沒有韓國瑜 我就倒數低了 可是奇怪吧 台灣每一個城市 可以在國際排名的 不管是什麼智慧城市 什麼最宜居城市 台灣哪一個城市可以在國際排名 都是台北 然後你看那個 所有的客觀指數 台北要撤後傷亡人數 只有其他六都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 客觀指數都第一名 滿意度最後一名 只能說你個人風格太強烈了 個人風格太強烈了 個人風格太強烈了 對啊 但是這樣啦 人家 記者問我 第一次我就很尷尬 等到第七次我就覺得滿自然的 麻痺的 是麻痺的 不是啊 反正最後一名還是第一名 你客觀指數還是第一名 最好笑是那一個 天下不是要打火友魚嗎 火友魚 火友魚魚 火友魚魚 最後一名 結果不小心 結果不小心大家看 台北市什麼第一名 蛤 這個 怎麼辦 做票做得不完整 他要把前面遮起來才遮 他應該上節目的時候先把這個遮住 然後開始 新北市最後一名 六路最後一名 那前面不要講 他應該把他 不是 他應該打XXX 馬賽克 馬賽克 不 台北在台灣是最好的城市 這不需要去 去討論 本來就應該第一名 只是說 他有沒有繼續 一直要往前進 其實我們在 我們這幾年來 在國際上排名 教育局跟資訊局 這兩個 智慧城市跟教育 特別是跟資訊有關的教育 我在國際都拿很多大獎 不過這樣 現在 不過這樣 還是要 還是要 拜託各位幫我宣傳一下市政 就是說 你們兩位 一個在士林北投 一個在松山新議 只有你們在選區看 你知道嗎 到底台北有哪些改變 其實更正確講台北有哪些進步 我這邊士林北投 其實 市長做了非常多 共榮市公園 都在士林北投 你這幾天拍的這個影片 在美倫公園 然後還有天母公園 天母運動公園 其實很多公園都改變非常多 而且 其實有很多的任務 在你的任內開始啟動 不曉得主席 這個對社子島 應該也是非常有印象 在你任內 在門口被舉牌抗議過非常多次 社子島就在你任內通過了環評 所以接下來要繼續啟動 社子島只要本人卸任以後 保證立刻就通過了 現在只是因為本來當市長 中央部長要通過而已 大巨蛋也是一樣 大灣北端也是一樣 只要我一離開那位置 保證馬上就通過了 然後我們這裡還有北市科 然後也有社宅 市林北投科技園區 新旗岩社宅 市長應該也印象非常深刻 北易 最困難的 三條線的 所以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多大的改變 那有時候我們真的 在跟大家市民們對話的時候 很常大家提到了 還是綠色人行道 這一點應該還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其實我跟你講綠色人行通道 當時是在台中跟台北同時推出 因為同一個顧問 德國榮 結果我們台北就傻傻的硬 你幹什麼推下去 過程到底被罵得 我跟你講我上任第一年 你知道 為了這個路邊停車收回 突然向這邊路邊停車被罵翻了 可是我跟你講 坐下去了 台北的車禍上很少 這樣 這樣是六度最低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這樣啦 罵歸罵該做還是要做 來來來 松山信義 我覺得兩個比較最明顯 然後還有其中一個是 近期比較新的喔 就是我們的廣磁博愛園區 是我們台北市最大的社宅 其實我那一天 在它的那個7月26號的 北側綠帶啟用的時候 我去現場 然後我其實看了非常的感動 因為其實它那邊的廣場 四千坪喔 那有休憩廣場 然後還有包括它有 共榮式的遊戲區 我真的就看到了家長 然後帶著很多的小朋友 在那邊玩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那整個綠帶 你看過去是覺得 哇 在這種寸土寸金的 一個信義區的地方 竟然有這麼大一片綠地 然後是可以讓大家一起去享用的 那再來就是因為 廣磁博愛園區呢 接下來我們的這個 信義區的行政中心 也會進駐 然後包括裡面會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社福的一些措施 就可以讓大家一起去享用 所以我甚至真的就有聽到 一些選民來跟我講 他說 他說保證 我也是接下來要入駐 廣磁博愛園區的 他們非常期待 他們當時還沒入駐的時候 就非常期待 然後他們其實也很感謝柯市長 就是 其實 在台北市的話 目前我們的這個社載 已經蓋了 這個 1.2萬戶了 但如果加上一些 還在施工中的 然後包括規劃中的 其實認真講應該有2萬戶 那已經是全台的 領頭羊的情況之下 還要一直被人家說 你政見跳票 政策跳票 那我們就說 蔡英文總統 你這個8年20萬戶 有沒有跳票 我們就問你 如果質疑說 北市府 沒有達成這個標準的話 那請問蔡英文政府 你又真的全台有達到標準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我最後再講一個 大巨蛋 大巨蛋呢 雖然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可能對柯市長而言 一直被說 你以前不是說人家是弊案嗎 現在為什麼一顆球 就這樣一直敷一直敷一直敷 來越長大勒 但認真講 其實鬆信這邊的民眾 他們不會希望一顆球 就 蓋到一半 一顆蛋蓋到一半 然後就放在那邊變蚊子管 沒有人希望變 那邊勢容很醜 所以大家會希望說 那都已經蓋到一半 你又不能把它拆掉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是希望把它 越蓋越好 然後最後是完工的情況 內部的安全措施 也都是達到標準的 包括什麼防火啊 然後這些避難層啊 我們都是達到的最高標準 的情況之下 大家當然非常期待 我可以打棒球啊 我可以有一些這種展覽活動啊 我可以在裡面 很多的一些這種大型的空間 我可以使用啊 其實民眾其實是很期待這件事情的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有點卡關喔 從去年的4月 我們這個已經送進去申請了 跟中央申請了 那卡了很久 不知道到底是會出了什麼問題 也是一樣從你離開之後 退後 有可能 離開後就可以開 就可以剪輯 本人卸這以後 大軍人馬上完工 立刻剪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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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口號 投給陳時中一票 就是投給中央一票 就是投給中央一票 這還標題還不錯 投給陳時中一票 就是投給中央一票 最大特別剪下來 這一期壽視率很高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俊銀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